警察叔叔介绍他们平时执勤时佩戴在身上的手枪 要让小朋友拿拿看 就会不会有危险啊 叔叔说子弹已经取下来了 经过安全的检查才敢让小朋友体验 而一旁的张志伦叔叔也一起来 因为这是国民党中和区党部和新北市议员陈锦定阿姨 以及中和警分局的叔叔阿姨一起举办的体验营 准备了一些警察执勤时的设备 让小朋友穿戴体验 这戴上弓箭时的钢盔及盾牌才知道那么重 有小朋友直说当警察好辛苦哦 我觉得很重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警察杯杯在戴的 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谢谢他们为我们抓出犯人 一旁还有叔叔是讲解刑案发生后 现场采集指纹 搜证办案的过程 有妈妈是陪着孩子一起学习 而活动中除了让小朋友体验设备 也希望可以培养他们自我防卫的能力 教他们认识毒品 进而远离毒品 张志伦叔叔就说 这项活动很受欢迎哦 一开始报名就秒杀了 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综合分局真的是大力来协助我们办这个活动 那在夏天在暑假办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益 那这次我们有4T的活动也吸引了100多位的小朋友跟家长来报名 那未来我们已经还会推出更多的活动 小朋友还骑上哈雷机车 叔叔说这1200cc的机车重达280公斤哦 骑在上面觉得很威风 当警察是很辛苦 但是如果有机会 有小朋友说愿意试试看 你今天参加什么活动 想想警察 刚才有没有坐重型机车 有 那感觉当警察怎么样 很帅 以后想不想当警察 想要 有不少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参加 还亲自坐上机车体验 也跳脱了对警察的刻板印象 互动中认识他们亲切的一面 也感谢警察为治安及交通所做的努力 记者卢秀娟中和常报道